有些东西是热性的 有些东西是寒的 古代是怎么来分我们食物的寒热的 其实中医里面有它 有它简朴和淳朴的一面 也有它不完全科学的一面 那它食物的寒热性质是怎么来的 一种是尝出来的 神龙藏百草 还有人就是在整个治疗过程中 在整个用药的过程中 用食物的过程中有一些症状 然后呢我们会根据这些症状来推测出来 比如说你吃瓜子上火了 觉得这个是炎热的热性的 那出井上炎嘛 是这样子总结出来的 还有就是行奥上学出来的 经常会老百姓说 鸡是发的 鸭是凉的 那我说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的科学的依据 老百姓经常会说 鸭窝生了肿瘤 我是不是不能吃鸡鸭 我相信丁丁主任 原先在在临床医疗工作的当中 有无数的病人会问他 他们都是情愿吃去买鸭肉鸭蛋 也不吃鸭肉鸡蛋 对不对 但是从现代医学到美国 美国没有啃的鸭嘛 美国麦丹老啃的鸡 只有鸡很少有人吃鸭 那美国的肿瘤都病人都控制不好了吗 所以这个没有非常非常多的 巡政医学和现代医学的研究证据了 但是我相信 祖国医学今天这么说 肯定是有它的出处和来源 那我仔细的考究了一下 中医里面 它其实很多是 很多是维新也 也有一些是朴素的维物主义 为什么朴素呢 你想鸭是在哪里游的 鸭是在水里面的 是含粮的 水嘛 我们都觉得会粮 鸡是在哪里啊 在地面上 在陆地上的 接受阳光的温暖 所以觉得就这样子 鸭偏寒一些 鸡偏热一些 古代是这样子说出来 鸡和鸭之间的区别 慢慢的随着老百姓的这么一个 不断的推进吧 他就觉得鸡是发的 变成发物了 那其实真的是没有 非常多的巡政医学的证据 76只成年的猴子 那分成两组 一种是反正放开给他吃 能吃多少算多少 还有一种是把他的热量限制在70% 然后20年之后 我们来观察 他的肿瘤的发生力 他们糖尿病的发生力 心脏病的发生力 老尾缩的发生力 明显之高 这个猴子你看毛发都非常的稀疏 非常的衰老 那这个猴子 他的毛发 色泽 光泽 包括他这个尾巴还挺坚挺 所以各个功能 器官的功能都非常好 那反向的就证实了 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些疾病 肿瘤的发生 糖尿病的发生 这个慢性疾病的发生 都是吃戚风宝的人 会更健康一些 因为我一直想当然的 觉得我血压很低 我虽然口味重点 但是我不用担心 食盐量高一点 没有关系 所以我不知道这种想当然 是不是有他的这个道理 针对你低血压 那你不能因为 我血压低 我可以放开吃盐呀 中医里面可以用一些黄奇泡泡茶 到冬至之后吧 弄点人生进进补啊 但是你不能说是我弄点盐来 提升我的血压 放开吃了食盐 吃得很咸 不是刚刚说了吗 会增加食胃癌的发生的风险 所以我们实际还是 食度的减少 控制在每天2.2克 像我们退休的家 不想吃三顿 吃两顿可不可以呀 但是你蛋白质的摄入是不够的 所以你可以 比如说你煮食不就不吃了 那我就吃一杯酸奶 或者一杯牛奶等等的 我觉得你食重的补充一些蛋白质 也可以的